哈喽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场八人国战的比赛 希望大家喜欢这两场 国战的娃娃军由B战网友周耀青提供了 这里十分感谢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场我们这边是一个四将群雄啊 那么群雄这边啊 贾大兴啊 双雄啊 这马腾啊 新娘的一代军阀啊 都是不错的选择 那么填封也还可以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选了一个四血啊 四血匠 那么双雄加马腾 那么 主要有一个雄翼的配合在那 那么雄翼你 我们可以摸三张牌 如果残局的时候 那么是可以 就起连锁效应 收人头弹 依靠双雄的这个技能 那么 上来现在这样的话 就是大家各安装备啊 各享其成 这个就是默默的 默默的 默默的 这个默默的 默默的 这个放一个万剑 就把两个大位给放出来 然后放出了我们一个全熊的队友 恐龙 那么恐龙在这里的话 他礼让的话 肯定要有发挥的 那么如果他的废牌在后期的话 礼让给我们这边的话 这个过牌量也是不小的 不小的 嗯 那么刚才啊 七号位啊 这是什么 直接还忙去了八号的大鼠啊 直接忙到了 那么这样的话 由于大卫国 吵粉质比较高 即使这里 这里有两个大鼠啊 大鼠 那么大卫国的这个 这肯定是要先把大卫国动一动 那么 所以啊 恐龙刚才啊 弃牌的时候啊 直接来 礼让 是吧 我们让你啊 直接让你 刚才 呃 有一张无蟹 还有一张什么锦囊啊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不出意外啊 不出意外啊 不出意外 这个司马可能就 就要挂逼了 就要挂逼了 嗯 那么月一一波小锦囊爆发 刚才应该是有个拆 直接九杀带走 丝毫不留其面啊 那么大卫国 比如说刚才司马啊 这个手牌可能 比较差 这个地方啊 直接跳出来 再不跳出来 这恐龙那里让啊 这就都 都让给别人啊 都让给别人啊 那么 还有一个就是考虑 我们这个是有能力拿下一个人头的情况下 那么 这个 所以啊 好处多多 这个跳出来好处多多 那么现在而言的话 就是 哎 最后一将出来啊 刚准备说 最后一将 那么我们的这个 这个凤心啊 女凤心在此 那么 直接一个杀一个乐 这个乐非常nice啊 直接你看 不然这让郭家起来过牌的话 就非常蛋疼 那我们这个地方 选择了一个 呃 去搞周瑜啊 去搞周瑜 那么想的可能是有桃子 那么这样的话 直接让他弹掉 直接让他弹掉 弹掉之后的话 啊 记耗他手牌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就把郭家的人头给收掉 那么最后小桥这 哎呀 可惜我们对恐龙这边断杀了 这就没办了 所以整个的 整个的刚才啊 前面 呃 大卫国这个 打了一个残局之后啊 这边啊 鼠卫相争 我们群雄得利啊 群雄得利 我们再银两熊蚁 抓双熊 这边在家里 让这个 呃 输出值的话 应该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你看 再一次输出 那么周瑜的人头就 呃 分分钟拿下 分分钟拿下 秒秒钟拿下啊 那么最后再一刹配合 雷青 雷公主 是吧 鼠汉啊 哀乙 那么就是白了个白啊 那么第一场啊 全熊还是比较轻松的 特别 其实之间呢 全熊武将之间的这个配合啊 配合的强度比较高 毕竟你 呃 不多说了 双熊下熊蚁加里让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啊 我们这边刚才有大吴啊 大吴的话 有个大尔斯跟吕蒙 那么我们这边选了个猎公和祸首啊 南蛮子 那么南蛮在这里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杀的话 可以考虑酿出来 可以考虑酿出来 那么第一回合啊 刚才第一轮啊 直接是选择了 选择了吊血啊 没有酿祸首 那么没有酿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那么就可以龟缩 那么这里龟缩的话 是相当于直接跳了一个 蜀国的身份啊 因为你这个乐的话 你如果不是蜀国的话 你这个乐估计应该是不会去拆的 那么除非脑子有坑 那么再开一南蛮的话 那么 呃 这个直接把蜀国四将四将 全部逼出来了 逼出来之后 本来可能想的是这个南蛮送给祝容啊 结果没送到 送给了这边曹老板啊 老板们就是会坐享其成啊 是吧 你们打工 我来收益 那么这个就是非常完美的曹老板给曹老板打了一攻啊 那么这个地方再放南蛮的话 应该也还可以啊 我们刚才南蛮是不是啊 对 还没放 那么这个地方二也不怕 呃 赵云的话 应该也也不缺杀 不缺杀 那么这个地方感觉是救起来了 救起来了 那么毕竟全熊的话 如果啊 独裁死了的话 这边甲鱼 单兵单线作战的话 能力可能不知道主将是什么 单线作战 能力可能觉得有点欠缺啊 那么就救了起来啊 那么毕竟现在的话 大鼠卧啊 鼠卧的团战的话 这个嘲讽值还是相当相当高的 不然的话 你说这个这个你怎么打 那么你这个借刀杀人的话 这个肯定没有问题啊 借刀杀人 二爷这边反正有想乐 打不动 那么开个五谷 然后哎 这五谷亏大了 亏大了一个群 一个势力无限啊 势力无限 那么结果这边啊 甲大仙守卫出了个恐龙 那么你有甲大仙玩杀加恐龙的话 可能不是太容易啊 因为毕竟大家 你的恐龙这个没有什么爆发 只是一个配合 礼让的配合 配合大家比较好 然后前期的话 有一个那个防御嘛 呃 前期的民事防御比较好 那么既然大家都酿将了之后 你恐龙的话 这个强度自然而然而就要下降 那么 这里 这里乐镜这个 叫我们讲 萧果这个技能还是比较坑这个蜀国的 这个毕竟已经一血了 有点像那个 何太后啊 这个直接放毒啊 是吧 你一血 这个本来还能活下来打一打工 结果就不让你打工啊 直接 比如乐镜这个地方 效果直接搞定你啊 何太后直接放毒放死你啊 都一样的 那么 这种回合外啊 他有技能的人还是比较 比较能够有一些逆风局可以打打看呢 那么 现在这个程度的话 应该 啊 由于刚才可能这边啊 这边直接顺手 然后这可能就仇杀魏国了 那么仇杀魏国也没仇杀到 那么 我们这边还有个暗将 裂弓在死啊 那么你这个地方 应该去杀毒菜 你杀一下 那个农民又收不了人头 然后又 这边毒菜放在这边 然后到时候杀的话又杀不完 你这有点 有点坑啊 有点坑 那么可以可以把那个 这个地方啊 其实可以把毒菜收一收 这个毒菜你要起来的话 这个还是比较弹腾的 嗯 那么现在感觉 呃 玉音刚才的意思是要去扛大卫啊 最后去搞全熊 最后去搞全熊 那么 这闪电批的 这个闪电估计是想批毒菜 然后批毒菜的话 之后反正小胖已经感觉已经废了 废了之后的话 那么在这边 在这边的话 那么司马的话 跟全熊啊 然后两鼠是形成对峙 应该是这么想的 他这个闪电估计是想批毒菜的 批毒菜的 那么二爷的这个寒冰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么由于啊 由于 呃 毒菜那边已经起来了 恐龙的每回合必理让 理让了你杀毒菜的话 那么每回合必定杯哥 杯哥的话 你打的这个难度就有点 呃 大了 所以刚才啊 赵元这边失去了最佳的吃菜机会 你如果能吃一个菜的话 那么小胖就有可能活下来了 毕竟这边没距离 那么有一个司马的距离 我们这个说不定也能摸到 摸到 呃 桃子能扛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是没有的选择了 那么必须把毒菜这边扛下来 扛不下来的话 那边司马啊 他也没法打 那么你现在去打司马的话 更不可能啊 司马这个时候已经是相当于我们半个队友啊 他这个已经处于中立啊 还不是半个 他现在处于中立 他看戏啊 看戏 那么这边又给出了一个桃啊 又给出了一个桃 有点坑店 然后又被逼娘 那么连续呃 这边歇个一轮之后 那么这边又是桃闪 那么所以庞德在那边的话 感觉有点难啊 可以打不动啊 打不动啊 这两血还有一桃 这又满血复活啊 又是满血复活 那么还带装备 然后这边里让的话 又给一张 所以杯哥的话肯定是不缺牌 那么只要 只要庞德能把月鹰这边打下的话 那么全熊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月鹰打下来之后 司马的话应该会动一动 那么现在就看这个月鹰这边能不能守住啊 那么司马还是看戏啊 杀勒布四手 这全都扔了 全都扔 那就没办法了 那么我们还要弃牌 这个非常伤啊 那么到了现在这个地步的话 感觉我们这个自己已经是 呃 感觉是比较劣势 而且一血残的情况 哎 这个 这个再起漂亮 这个再起漂亮 这个再起啊 这个再起啊 直接回到三血状态 直接回到三血状态的话 那么我们这又四血了 那么后面的话 争取啊 争取我们能收个人头 那么这个地方不要忘了我们有猎弓 那么有距离之后 可以啊 刚才那个酒是扔了 那么如果啊 如果那个酒在的话 那么可以一下把甲鱼啊 甲大仙给击毙的 直接给击毙 哎 正好来个酒 直接猎弓百步穿扬 老将军要你死 是吧 那么就死则死矣啊 那么 哎 漂亮 你去帮我们打打这个司马啊 这个你要最后跟司马形成单挑 肯定这个是不太能打得动的 最后又一血啊 你有八卦又如何啊 猎弓在此 所以啊 这个猎弓的属性啊 体现的非常完美啊 非常完美 直接最后啊 再来 那么他这样啊 杯哥的话 即使杯哥每回合 杯哥 中 那么我们要么起两张牌 牌反正足够多 那么这个不用担心 那杀我们的话 我们这个也不必担心 那么 我们毕竟有再起的技能 然后这边有一个人王啊 直接担你手牌 百步穿扬啊 是吧 百步穿扬 五虎上将啊 那么大蜀国最后依靠了我们这个老将军一个猎弓啊 呃 中中中 三个人啊 都被中死了 那么所以啊 这个黄中的这个技能还是告诉我们 做人要中性 要中性 那么 但是前期整体而言啊 大蜀国啊 那个前期打的稍微有点问题在于 赵云这个地方没有去吃菜 你说如果赵云刚才吃菜的话 可能 可能后面稍微好打一点 你即使吃菜了 你赵云 赵云他只能封你一个技能 要么月银 要么赵云 那么可能啊 估计会去封月银 那么你赵云在那边的话 防御 杀闪都不去啊 一般都是还能挺得住的 那么你这边把这个 把这个障碍清楚了 那么刘善的话 在这边小胖跟祝荣夫人在这个地方就安全一点了 安全一点 那么所以赵云感觉那个 那个最关键的一刀没有杀到 没有杀到 那么反而去收了两刀 收了个大位啊 加加了一个放拳 收了一个大位 结果最后啊 打着我们 血残力也是啊 都能 是吧 翻身做主人啊 浓浓把歌唱啊 好 那么这两场啊 那么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